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沒有試過逛逛街會中獎? 無端端又會有人給你好處? 我們會有一個押燭的大收獎 你想送一點糖素 還是你想吃我送蝦蝦給你 你說貴,一點都不蝦 都會送一些名料情 什麼都有的 外面還有300元 我們很辛苦的 我們連妹妹都要更滑的 蓄銷手法層出不同 預錶式消費遍佈不同零售服務行業 我都說過不需要買那麼多糖 我拒絕了它只有一隻大隻拿在我後面 我在想是否給我壓力 這個錢包就有信用卡讓它看到 它有頭就逼過來,在這裡說 這張什麼,這張什麼 就太害怕了 只有一條銀打,就給了信用卡 銷售員無所不用其極 都是想遊說客人 預繳一大筆錢買將來的服務 不過顧客隨時可能跌入消費陷阱 順便去問 戶馬串 회ании和男朋友史提督計 你計劃一年後結婚 這日離婚禮打擾 你覺得像這些拍攝黃色的感覺 你覺得重要嗎 我也要考慮一下 因為我剛剛進來了 真的不要緊 你先給我一個Price list Price list 是嗎 這個 我們先走一圈 好快走一圈 其實你們有這麼英俊 可以跟得好一點 拍得漂亮一點 做相片 我會跟得好一點 你送多一點 不要緊 我真的先看一看 你做魔導師 不是 你做魔導師 你身體又漂亮 不會啦 我先看看 聽過很多朋友說 全部婚戰都是非常煩人的 你走到哪裏 跟到哪裏 扯到你爆 譬如你不斷再看看 他就會說不斷留著你 或者先看多些東西 或者說一些很優惠的價錢 去吸引你 你們是會考慮說 在香港很厲害 沒關係我走一圈 先走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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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二關 我先走一圈 去年走一圈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先走一圈 我走一個小圈 好小了啦 我這邊走 我這邊走 是嗎 進去第一間 他已經開始 不斷捉著我們了 是啊 我們一進去 就已經被人圍住了 那我們進去第一間 他就已經開始 好像說到 我們要拍的了 是要拍的了 他逼我們看照片 他給一部iPad 你拉過去 是不是很有感覺 籌備婚禮 要預訂酒席 禮服和攝影服務 不過消費者要先付錢 到婚禮當日 才使用服務 Ada和男朋友估計 最少要預繳五萬元 擔心有風險 好像你甚麼都沒做過 但已經花了一大塊錢 攝影公司為例 你加入包裝 兩萬元 包上你pre-wedding 或者大約日 我會覺得 如果他真的收拾了 其實你就追不上錢 還有其實追不上錢 我覺得也算了 但你以後要重新再去找 一間令你有信心的東西 再去搞整件事 我覺得是最頭痛、最麻煩 預繳式消費無處不在 商品服務臨臨種種 共通怎樣都是 商戶會要求消費者 預先支付費用 購買一定年期或者次數的服務 商戶經常標榜一不過預繳 會便宜過逐次付錢 令消費者抱著便宜又抵的心態 先付錢 甚至會越買越多 接著我 我要考慮一下 做健身的唯一好處 就是氣氛環境大動你那種… 很激昂、很熱血 譬如一群人一起踏單車 自己做會是另一件事 喜欢做健身运动的Ada 同朋友Mina 都曾经买过健身中心会籍 不过他们对健身教练的硬销手法 就不敢恭维 很夸张的就是 他真的可以在你跑步 会走迈你 很近地跟你说 其实你这都挺确定 但我觉得你可以改善多一点 Mina买了两年会籍 家私人教练堂 谁知道用了一年 健身中心突然倒闭 令他损失了超过一万元 其实很久以前 也有很多大型瑜伽中心 也有收拾过 我想再之前 我应该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因为基本上 没什么地方是不需要预缴的 如果是健身 所以我只能预缴 既然那间也能收拾 我应该再去哪里 究竟其他会不会一起都会倒闭呢 在黄龙的分店 拉上大站 Finnas清盆案 Talifornia Fitness 今年7月 加州健身中心10间分店 全线停业 超过10万名受影响的会员 变了加州健身中心的 无抵押债权人 根据金管局规定 如果消费者以信用卡 一不过于缴款项 再向银行申请分期付款 就可以向银行要求还款 而用现金付款的会员 即使加州健身中心成功卖盘 可以拿回钱的机会都很美 健身中心倒闭之后 销委会接获超过1000宗投诉 大部分涉及要求终止合约 追讨预缴金额 当中有消费者的会籍长达8年 涉及投诉的总金额 超过2600万港元 最终合约就停了 有一次过想想 公司做事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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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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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觉得被骗到我飞起了 你还要这样玩你 陈先生患有轻度智障和精神分裂 做清洁工人的他月入不够一万元 两年前他收到电话邀请 约他去加州健身中心免费时玩 之后就被教练游说预缴费用 买私人教练堂 还哄他申请信用卡付钱 那时上课就跟我说谈谈谈谈 就说圣诵卡有些方便可以帮他埋堂 有些什么积分 就叫我剩下一张 其实就不是很想接索的 但因为几次他都上课是这样的 所以我真是顶不住拿一张新的 这张卡是当时 我哥用了存款之后 那教练就拿一张方向 叫我哥去申请的 那这张卡是纯粹给教练 订阅他上课堂 但我想这张卡一共都过了六、七万 一条数据我都不太想买 只不过是因为他不停地拿着买堂 所以我拒绝了 他是指着后面有个教练 然后我一转过来就看到他 真的有一个櫃桃在那里看着我 然后我开始觉得 为何我拒绝在我后面呢 那我考虑是否准备压力我呢 陈先生多次表明没有经济能力 不过教练后来还怂恿他向银行 申请接近六十万贷款 用来再买多二百多堂 连上信用卡数一共欠债七十万 他妹妹后来发现银行追债 事件先被揭发 我说没钱 他就约我出去吃饭 他给了帮我填 又说那些资料很低 你可以一次借十万 已经开始没钱 照价是这样的用来买堂 够钱就叫人借钱 我现在手上都是哥哥的 一些教练课程的一些合约 一共有十二十一份 最便宜的合约就看到我们七千元 最贵的那份就两万四 手上都见到多少都是两万四的货程 一共我哥哥帮他买了就二十九万多 消委会首次以公开点名方式批评加州健身中心 用威嚇及五度营销手法 强迫消费者预矫会籍和私人教练费用 而单单在2015年已经收到近二百五十宗投诉加州健身中心的个案 不过成功全数退款的个案不够一半 百官也去过了 警局也去过了 但是到了最后 现在我们都没有一个答案 告诉我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一间公司在 会存在到香港这么多年 其实他们那些教练的销售手法 也是很明轻 好像一个男孩 为什么政府仍然都没有监管过 也在法例上都没有帮到我哥哥 其实我们今天都邀请到 因为曾经帮过一港团和中心的消费者Amy 他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他有一些开业法的经历 不如我们邀请Amy出来 我其实就觉得每一次我其实都要上去 都要忍受他 就是我又要他推 又要给很多理由去推他 那我又怕如果万一有一次 我自己真的定力不够 我真的再加点钱去买多一点 那我就很不想 香港医护学会九月公布调查显示 超过四成女士 试过在美容中心做激光脱毛 永久脱毛的了程一般只需做大概五次 不过学会指出 有部分商户利用永久脱毛做招来 令消费者多点上去美容中心 再游说他们预缴其他美容服务 其实看到不同的消费广告里面 有些情况只是预缴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预缴一年 但是就说无限次 都没有清晰计定整个package 究竟是要给多少钱 第二就是说你每一次去到美容院 去做一个脱毛服务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他都会去再宣传其他服务给你 甚至乎令到私费者不太舒服的过程当中 那时美容师就帮我做一个空步的疗程 他就说你的淋巴移座位 不如试下做一个解结的疗程 要持久地做才有效的 之后就不断锁售我 不如参加比赛吧 如果赢了的话 就可以去曼尔代夫 然后就走过来摸 如果是处理的话 风空的效果更加大 就一定会赢的 施小姐是美容预缴式消费的受害人 损失了近八万元 协助她的区议员袁海文说 单在过去半年 就接到超过130宗 类似的求助个案 要入品小额钱债追讨赔偿 当中有苦主损失金额超过五十万 他们四个人不断进来我的房间 那时我涨心和衣服 都除了我围着布 穿着Under 起床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断围着我 在我参加比赛 之后我没有说要这个疗程 他们就已经在我做完疗程的时候 然后就推高床 叫我签了一张单 因为那时太害怕 就签了一张单 利用行业 他们的成本 佔他们整个收入 其实不够20% 就是计算材料 人工和浮租 所以正正是预叫式 就会令到 我想前线人员 甚至那间公司 其实都是有个很可观的收入 正正是这种情况 亦都是没有冷静期 令到一些前线职员 会在销售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用尽所有的方法 就是威逼理由 都是要开到单 Sam做了美容师七年 先后在四间连锁美容集团任职 他说前线美容师 底薪最高得七千元 要靠同客人开单赚佣金 如果销售额未达标 公司上层会不断施压 大公司来说要过百万 一个月是至少的 旺区整间店 二百万、三百万都可以 上班之后 可能两三个小时 你就要报有没有数 那没有数 他们都会说 没有数? 现在几点钟? 还没有数吗? 譬如见到你 今个月你的数据也挺好 你下个月再加你的目标 我们以顾客身份 去过这些连锁美容集团的店铺 療程未做完 美容顾问就开始游说我们 你说演胎虎 如果你给钱做 我看可不可以送局部 这个位置给你做 给你试一下 其实你做这个位置 都已经明显 因为这个位置 比较松一点 做这个位置 我想人身攻击 是其中一个都最值得的 你不做 其实你可能半年后 你身材已经鬆了 又胖了 你都没生 你又搞到这样 其实都已经没人要了 会是这样说 有时客人可能说 ok了我买这个计划 我当是二万元 我买签题 当是做五十次 出来 其实他们会再卖上去 不如这样吧 如果我看看可不可以 三十送三十 我不敢保证你 我先问你 如果你ok 我想担心一下 之后才问 三十送三十 即总共有六十堂 那你唯到五百元左右一堂 那我看HIFU 可不可以再送局部给你 不过这个要问 看你可不可以先 如果你说今天试图了 offer就只是今天 你之后回来 就全部计证价 第一全部计证价 没有客人会那么傻底 真的问心 如果你一进去 已经是被人拿了身份证 或者用卡 其实你基本上 可以说是走不掉 我当你的疗程 其实我都是大约两个小时 但可能他可能 没有你六个小时 是因为他有这么的人力 在这里 去和你消磨 到最后就一起 两个人再进来 和你夹工 不滚的话 基本上 他这样车轮住 都是走不掉的 怎样监管余剿式消费 保障消费者权益呢 不少地方的政府 都从美容健身相关的行业入手 立法限制合约年期 设立交易金额上限 和冷静期 在美国纽约 当地法例规定 预矫式消费合约 年期不得超过三年 还设有三日冷静期 而美国加州 就禁止健身中心 设立永久会籍制度 签约后半年内 健身中心一定要提供服务 否则合约就自动失效 消费者可以获全数退款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健身会席 合约年期最长一年 同时不可以超过中心 租约的到期日 我们现在出现的冷静期 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给消费者提供 另外一个合法的渠道 和在安全的情况下 去取消交易 譬如说 我真的不签那张单 我又想逃离现场 那我怎么办呢 消费者唯有就范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就会很帮消费者 就是冷静期 原因就是在指定的时限下 你可以合法地去商户 取消交易 本港新修订的商品说明条例 在2013年实施 早在五年前 政府建议监管就雨绞式消费 加入为期七个工作天夜冷静期 消费者在冷静期内 可以取消合约 供应上就要在三十日内退钱 不过当时商界强烈反对 担心难以操作 和增加营运成本 政府最后唯有各自 业界大部分都不希望 有一个强制性的冷静期 很容易合同签了之后 可能单方面 消费者我买了 我又很随意买完之后 我又想推翻这个合约 好了 就算我真是给你一个冷静期 我可能七天举个例 如果那个商铺 真的不良形双手法 它可以七天之后 露出本来的面目 你预约预不到可以 一些服务的质素 可能偏差了 就是你七天前和七天后 那个反应可以差距是很大的 就算你签了七天冷静期 它要结业 那你又如何呢 是不是 都是会结业的 所以我们反之觉得 冷静期未必能帮得到 商品说明条例 修订至今三年 海关一共接获 超过16000宗举报 不过成功检控的个案 不够200宗 消委会指出 法例涉及刑事罪行 检控门栏较高 不良销售手法 亦都层出不窮 消费者要提供到 被硬销的过程细节 亦不容易 增加执法部门举证的难度 消委会建议政府 应该重新考虑 立法设立 预矫式合约冷静期 保障消费者权益 如果在一个自由商业社会 我们很难完全控制 预矫式消费这个行为 因为已经是无处不在 但是就着法例上 我们觉得除了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执法 一定要检验 不良影商者 应该要予以检验情 这是第一 第二 法例上的检讨和加强 都是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未有冷静期 我们如何引入冷静期 我觉得绝对要去研究 和重促进行 第三 就是业界自己本身 也要自论 有理性 已经懂得说不 已经是保障了自己 因为你没有需要 就不要买 你一天不买一张卡 不贪那些小便宜的话 就没事了 所以便宜莫贪这句 我们永远都要教消费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